咬皮金黃酥脆 咬到那一層 卻是溫潤浓稠的Cheese 古巴三明治 因為電影在這兩年間爆紅 不過它可不是 現在才流行的One Year 18到19世紀之間 古巴移民大量湧進 美國佛羅里達州 這些勞動階層 也把家鄉的書名小吃 帶進美國 而古巴三明治 俊傳就是當時 菸廠工人的最愛 很剖開來 然後現在我們這麵包組織 它發得很好 裡面的孔洞好多 對 這是純天然的發酵的 所以它不會是很密 它是很自然的 有這種分布的這個風窩組織 傳統古巴三明治 其實是抹上大量黃芥末 加上內餡 重新油煎 過來到台灣 師傅改良成BBQ醬 搭配上經過一個晚上醃製 再烤8小時的梅花豬肉絲 就是台灣版的古巴三明治 只是光是醬汁 就搭了10多種組合 才選出最適合台灣人口味 國外做法 他們就是用比較酸的醬汁 去醃製它的肉 比如說它會放檸檬 跟綠藥橙下去醃肉 然後在它的醬料上 可能就是以黃芥末為主 台灣人口味階度 可能沒這麼的高 因為這畢竟是比較酸腔一點的風味 那我們就是用台灣人 可能比較接觸高一點的 酸甜微甜的那種口味 下去做調配之後 結果發現接觸真的高很多 剛做完的熱情如火 古巴三明治蝦蕾 做的是英國料理 不過師傅 怎麼這個派裡面會放蜂蜜 蜂蜜 你再聞一聞 是酒的味道 對 這是什麼 花雕酒 花雕酒 為什麼會放英國派裡面 我們來一個Fusion 來一個混搭 真的 還滿奇妙的味道 對 很特別 等一下吃你就會發現 這個東西可以幫它加非常多分 加分耶 示範看看 好 台灣清冰箱料理代表是炒飯 來到英國就變成牧羊人派 傳統英國要聽主婦 有什麼料就放什麼料 特製肉腸 搭配上蛋白 增加口感 師傅刻意省去蛋黃部分 以免吸光食材水分 最後再加點材式口味 花雕酒點綴 不過奇怪 已經放上了馬鈴薯餅 怎麼旁邊還有派皮 第一次的派 台灣是超奇怪的事 我就讓它變成台式的派 台式的派 對 台式的派 大家一定要吃到派皮 就是很像酥皮濃湯的感覺 對 12分鐘的烘烤時間 把肉汁蔬菜精華 統統逼到這小小一粥 自如雅的派裡 將派皮往下挖掘的同時 就達到西方人常說的 Comfort food 療癒效果 愛旅行的師傅 把廚房當成聯合國 學愛的各國料理 融入自己的創意 讓異國料理像變魔術一樣 充滿驚喜 與其他人無論如何 提供的霧 給大家的意義 旁邊的 旁邊的